在峡谷中 12名小兵遭到神秘人的袭击 惨不忍睹 这个凶手来得快 去得也快 没有留下任何目击者 小兵们几乎全身经脉断裂 口鼻流血 明显受到撞击和跌打伤害 肋骨断裂导致内脏出血 成为他们的主要死因 从这种大范围的伤害可以看出 凶手必然拥有群攻技能 有一个小兵被击飞进塔内后 又掉落下来 塔上留下明显的傲狠 暗示凶手身材魁梧 经过推理 我们可以猜测凶手是牛魔 牛魔使用他的一技能 咆哮之斧 向前方的小兵发起强力攻击 造成物理伤害 接着 牛魔施展二技能横行霸道 冲锋前进 击飞沿途的小兵并造成物理伤害 这些小兵落地后 因减速效果而艰难移动 呈现死前挣扎的姿态 最后 牛魔使出他的三技能山崩地裂 他短暂蓄力后 用巨斧猛力劈开大地 击飞沿途的小兵并造成物理伤害 同时 地面被撕裂 上面的小兵持续受到伤害和减速效果 这就是牛魔在对付小兵时展现出的霸气 你的牛魔是否也有如此威风 对付小兵持续受到伤害和减速效果